富豪为了讨女儿开心 让他拥有全球仅有的五张金券之一 所以买了成千上万份巧克力 还让所有的工人们停产 开始包巧克力包装纸 一个工人发现了藏在巧克力中的金券 却打算私自藏起来 眼见的富豪很快就发现了 将金券交给了女儿 很快女儿就登上了新闻 他高兴地向记者们展示金券 富豪也骄傲地和记者们分享心得 这张金券之所以这么宝贵 是因为它来自一家神秘的巧克力工厂 这家巧克力工厂生意一场火爆 但从不对外开放 也没人见过里面的工人出来 所有人都对这家盛产美味巧克力的工厂充满好奇 这次老板敞开了工厂大门 宣布有五位信愿可以来参观 只有拿到罕见的金券才能凭此入场 该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挤满了巧克力商店 就是为了能成为信愿 一时间巧克力几乎都要卖断货了 老板可真是营销鬼才 不过前四个获得金券的信愿都各有各的奇怪 第一个信愿是直接咬到金券的 毫无疑问她是个贪吃的胖子 嘴巴成天冻个不停 把附在巧克力上的金券都咬了一脚 第二个信愿就是富豪的千金 她从小被惯坏了 一心要求老爸给自己拿到金券 富豪当然极尽所能 为她夺得了入场金券 第三个信愿是个金发妹 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卷王 什么都要争第一名 为了夺得金券 她甚至改掉了脚口香糖的品号 只吃巧克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 即使在吃巧克力这件事上 她也成为了赢家 第四个信愿是个天才 她智商超群又桀骜不逊 是唯一通过计算获得金券的人 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一张金券了 小男孩也很想得到她 但她家里实在太穷了 只能在她生日这天买一块巧克力 作为宝贵的生日礼物 当然她也并没有中奖 不过上天总会眷顾有心人 小男孩在雪地里捡到了十美金 这完全购买一块巧克力了 小男孩兴冲冲地来到商店 买到巧克力后 她颤抖着双手 一张闪闪发光的金券 是属于小男孩的 周围的顾客见状 都纷纷围了过来 想要买下小男孩的金券 店员则叮嘱小男孩谁都别管 让他赶紧回家分享这份喜悦 小男孩一路狂奔 来到了小破屋里 高兴地告诉了他的一家子 哪怕是腿脚不便卧床的爷爷 见到金券后也如同年轻小伙一样 灵活地跳起了舞 不过小男孩变得忧心忡忡了 因为他想起来要用500美金交换金券的人 如果可以用金券换钱 那么就可以暂时改善窘迫的家庭状况 懂事的小男孩让人心疼 外公劝解他 钱这种东西多的是 但金券只有五张 既不可视事不再来 既然自己成为了信任 就不要辜负这份邀请 应该和兴高采烈的爷爷 一起共赴神秘的巧克力工厂 在爷爷的回忆中 他曾是巧克力工厂的一员 他眼看着老板做大做强 不仅做出了会冻的巧克力鸟 不会融化的冰淇淋 还能给印度王子做巧克力城堡 顾名思义 城堡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巧克力做的 虽然老板叮嘱王子得尽快食用完毕 但这样美轮美奂的艺术品 王子只想待在里面 果然在一个艳阳天 巧克力城堡就被烈日融化掉了 王子希望再见一座 但老板自己也碰到了麻烦 也就是被盗取机密的坏事 随后便关停了工厂大门 直到今天 爷爷终于有机会 陪着小男孩一起踏入久违的工厂 老板是个面色苍白 留着娃娃头戴着魔术帽的古怪男人 他热情地接待五名幸运儿和家长 来到了他的梦幻工厂里 温室里有着巧克力流成的河水 倾洒而下的巧克力瀑布 见到眼前一幕的众人都惊呆了 这真是独有的人间仙境 特别是对于贪吃的胖仔来说 这里实在太适合大吃特吃了 胖仔很快就吃得不易乐乎 不小心掉入了巧克力盒中 只见吸取巧克力的透明场馆 也把现在漩涡中的胖仔吸了上去 于是他成了第一个被淘汰的幸运儿 这时众人发现 工厂里的工人 原来是一个个身形矮小的小人 这些工人是老板从原始森林中找来的 由于热衷于巧克力 所以被老板带回来 以可可豆作为工资 他们为老板卖命 各得其所 接着老板带着剩下的四位幸运儿 坐上了巧克力做的龙舟 玩起了激流涌进 终于来到了老板的加工车间 里面稀奇古怪的零食应有尽有 最让金发妹眼馋的 就是一个神奇的口香糖 据老板说 嚼了它就一整天都不用吃东西 还没等老板说完话 金发妹就嚼了起来 虽然她大饱口服了一顿 但很快她的鼻尖就变成了紫色 紫色不断地蔓延了她的全身 甚至开始膨胀 金发妹变成了一颗大蓝莓 这就是没等老板说完话的下场 原来口香糖还是实验品 于是金发妹只能被推去榨汁 老板带着剩下的三个幸运儿 参观包松果的小松鼠们 但千金非要一只小松鼠当宠物 被捕捉的小松鼠感觉受到了攻击 纷纷对千金发起了反击 把她当成了巨大的坚果 顺住她后用力敲了敲她的脑袋 于是小松鼠把这颗巨大的坚果 拖入了垃圾回收站 就连宠坏了她的富豪老爸 也被小松鼠推了下去 那么幸运儿只剩下了天才和小男孩了 在老板的亲手掩饰下 她把一块巧克力传送到了电视机里 并让小男孩伸手去拿 没想到 小男孩真的把她从电视机里拿了出来 在一旁目睹了一切的天才 也跃跃欲试 跳进了电视机里 但她的身体却被缩小了 变得只有手掌大小 老板建议把她放到太妃糖延展机里 天才就有可能被拉长回原帽 于是这一行员 只剩下老板 小男孩和爷爷了 老板邀请他们来坐酷炫的飞行电梯 他们深入云端 又降落于低空 缓缓飞行 这是其他四个幸运 也以千奇百怪的模样 从巧克力工厂中走出来 看来他们都很难再恢复原貌了 但是这些贪婪又不懂感恩的孩子 永远也无法品尝到真正的甜 那是金钱和功利心买不到的 唯有小男孩保有着纯真善良的心 老板带着小男孩和爷爷 来到了他们的小货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飞行电梯降落在屋子里 一家人团聚的小男孩喜笑颜开 接着老板宣布了他获得的大奖 然而这对于小男孩来说 不一定是个好消息 因为他不想抛弃自己的家人 单独和老板去到巧克力工厂里 听到这句话的老板 想起了他的童年往事 从他小时候开始 身为牙医的父亲就禁止他吃甜食 包括他最爱的巧克力 这让老板对父亲既讨厌又害怕 所以才造成了他孤僻又古怪的性格 面对团结又温暖的小男孩一家 他不能理解 但也只好转身离开 很快 一直惦记着小男孩的老板 再次找到了他 因为他想要弄懂 为什么他嗤之以鼻的家人 对于小男孩那么重要 小男孩认为他只是不理解 家人给他的爱 老板应该亲自去问问 才懂得爱的真谛 于是在小男孩的带领下 老板终于来到了他的父亲家 父亲照就给他做了牙齿的检查 像小时候那样 要挑出他的蛀牙来 不过老板把牙齿保护得很好 这也是父亲一直以来担心的 与此同时 小男孩也发现 父亲一直都在收集有关老板的报纸 关注着他开的巧克力工厂 由盛转摔又东山再起 那正是他一直放不下的店面 老板也感受到了父亲的关怀 他们兵事前嫌 拥抱在一起 最终老板接纳了小男孩一家 他们连带着小破物 住进了巧克力工厂 在温暖的壁炉和丰盛的餐桌前 一家人其乐融融 老板也融入在祥和的氛围里 其中的美妙让老板钻研了一辈子 但是真正的甜 只有家人能够带来 这是老板在遇到小男孩后 才慢慢领悟到的真谛 他终于懂得 童话是存在的 他就在每个怀有爱的人心中